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SKY长迪老师 童童老师 那么在SKY长迪一对一的课程中呢 我发现许多同学呢 对这个图音掌握的不是很好 许多同学会问我 舌头应该去怎么运用 才能发出比较好的图音呢 那如果有相同疑问同学 欢迎在弹幕扣一 觉得自己已经掌握的很好的 可以扣二 然后如果还有别的关于图音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评论哦 那么其实图音呢 分为三种 单图 双图 还有三图 那单图呢 是最基本 最基础的一种图音 也是最重要的 只有当我们完成了质量比较高的单图 我们才能继续去学习双图 乃至三图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讲解一下单图 那学多同学会觉得 是我们舌头去撞击我们的牙齿 发出来的涂音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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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这样的涂音呢 信息非常重 很容易破音 那今天我想来讲解一个 比较简单去感受舌头位置的方法 就是我们想涂葡萄子 想涂果仁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涂的 是不是很轻 不是我们撞击出来的突突突突 那么中的气流声是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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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然后我们有一些基础练习的一些教程上面呢 会标志TU2的这个来表示图音 那学生同学就会误会成 我们要发出TU22的声音来图这个单图 那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发出TU2一个是DU TU2这样的 才会让这个图音更加轻巧 更减少我们的破音的可能 TU22 我们可以试一下 把舌头伸出嘴巴外面 然后再缩过来 像我们吐骨壳那样 我们在家要多去感受这个TU2音的位置 然后这个TU2音 再加上我们上个视频所说的重心的位置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就能完成一个非常有含性量的TU1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评论 当时也会一一回复的 那喜欢这个视频的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投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添加我们的客服小姐姐 来免费获取一对一的场地体验课程哦 那这个视频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